如果要问那于平时立密洗口碑的女爱豆 大家会想到谁 应该有不少人会想到拘禁一把 撇开别的不说 作为爱豆拘禁一是真的很合格 可在这个网络盛行的时代 人要被黑的时候不管做什么都能被骂 而不了解的人还真被带进去了 娱乐圈的明星要想红 无非就是带热度 炒人设 靠实力 还有一种就是黑红 顾名思义就是被黑久了自然就红了 当然黑红并不是什么好词 沾上的明星多少还是存在争议的 当年四千年一遇美女的称号 就让拘禁一走上了黑红人生 这个意外得来的称号说造就现在的她一点也不过分 而所谓的四千年美女 从一开始就是一个翻译错误 她的由来是从日本媒体举办的活动而来 当时日本的中国姊妹组合成员拘禁一 获得选美选拔第一名 被称为四千年来第一偶像 后来被国内一些媒体夸大其词 传着传着就成了四千年一遇的美少女 然后迅速发酵 从而引起国内很多人的关注 对于这个称号很多人不屑一顾 却不妨碍拘禁一被人记住 而自出道以来拘禁一似乎就是要与别的明星格格不入 别的明星喜欢营造接地气人设 对比下来所以也就有了别人对拘禁一吐槽的点 无论何时都是精致的妆容 无论拍现代剧还是古装剧都是扮永久装扮 表情也都是一样 每次都会引起一波群嘲 似乎关于拘禁一的新闻都是嘲讽的 仿佛她做的每件事都是错的 就好像所有人都不接受她在娱乐圈里出现 幸好这一路走来有守护她的粉丝 偶像所代表的意义除了光彩夺目以外 当然还有属于她身上的那股韧静 面对飞翼拘禁一也曾在采访中这样回应 只要你不做错事 别人再怎么来评判你那是别人的事情 只需要做好自己就好了 后来她也真的将全部精力都放在提升自己上面了 她学习各种乐器 钢琴 吉他 鼓针 小提琴等等 她对自己的要求很严格 这也是对自己负责 对职业负责 对观众负责 居静一说 我觉得在舞台上自信的前提是 你真的把所有东西都准备好了 比如我歌练好了 我舞跳好了 我一个动作都不会忘 甚至每一个细节我都抠好了 那我上台一定是最自信的 2018年对居静一来说是充满奋斗和汗水的一年 这一年她带来很多优秀作品 也让人们看到了这个通过自己努力不断丰富自己的偶像 在这个动荡的娱乐圈里到处都在她房 渐渐的大家对居静一有所改观 发现她现年真的是在一心搞事业 没有恋爱也没绯闻 对于之前全网爆出她的一些现象 做作 矫情 假 其实仔细想想居静一似乎没有做出什么具体糟糕的事 她本人也并不理会这些社会上的风评 没有任何辩解或洗白 一直在努力实现自己的事业心 各个舞台的实力呈现就是实打实的女爱豆 这也让广大网友对她的包容程度越来越大 而都知道居静一的个子不是很高 但她很会穿搭 此前在演唱会上居静一的一身穿搭就很是细襟 她身穿粉紫色上衣搭配一条牛仔超短裤 短裤可以说是非常短了 不过这样显得她的腿更加修长 看起来腿有一米二的既视感 而当她在舞台上提臀的那一刻 台下的男粉瞬间都坐不住了 不得不说这样的居静一实在是太良人了 也不得不说这样的穿搭 尤其是对个子比较矮的女生来说 不仅时尚还显得身材特别高挑 有很多人将居静一的美比 做一朵芳香四溢的花朵 但在小编看来 她更像是一株野草 野草的美不在外表 而在她无比坚韧的内心 只要埋下一颗种子 不管多大风浪她都会迎难而起 居静一也用她的经历告诉我们 一个人总会得到各种各样的评价 有好有坏 可真正能够让别人幸福都唯有过硬的实力 就像人们常说的 在实力面前一切都是浮云 在实力面前一切都是你 请不吝点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